夜深人静 私家车主遭遇洗劫 调查走访 意外牵出多起案件 紧急追踪 刑切老手行踪不明 年冠将至 民警又能否将谜局 一一破解 越野车旁的黑衣人 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他的车是在什么位置的具体 车是在变道 人道的变道 现在有几个报警人 现在有一个 财产损失情况大概了解不 2021年1月27日早晨9点多 山西省晋中市 渔次区体育西路 停在这里的一辆 越野车车窗玻璃 被人破坏 并且车内物品被盗了 没了车了 报警的是车主李先生 他告诉道场的民警 发现异常的时候 是当天早晨 当时他正准备驾车上班 然后他打开后备箱的时候 发现烟不见了 他就看了一下车 发现车的 左后车的玻璃破损了 李先生丢失了九条香烟 这一箱子还在呢 后备箱子没有 从这开的门 从这进来的 还在与民警交谈 李先生的表情忽然紧张起来 他就想起来 他在车上还放着钱呢 所以说他就立即去 前面的扶手箱去找钱 发现钱也不见了 给 那这个 谢谢您 谢谢您个儿 谢谢您 好 好 谢谢 新的 你没良心吧 你没良心吧 钱是放了多久了 这个 钱 我也不知道 早就放啥了 早就放啥了 烟呢 烟三四天了 烟也三四天了 好 失窃的不仅有九条香烟 竟还有十万元现金 车上还有这么多现金 李先生早已忘记了 现在钱不见了 这让他非常错愕 这样的情况 让见过各种警情的民警 也感到十分意外 因为类似案件在当地极少出现 家群里的社会治安比较稳定 所以说发案量不大 首先找到报警人的 是当地公安局快速反应大队的民警 他们的任务是以最快的速度到达现场 掌握基本情况 一会儿啊 一会儿警龙派所过来 完了我们城区指挥中心已经 到时候安排技术中心过来 您这个车子要不要动 是吧 不行再联系一下报警人 和咱们过去找不见位置 和一样的战机 很快负责案件调查的民警就赶到了现场 您是什么时候把车停这儿的啊 昨天晚上三点左右 李先生将车停在这里只有几个小时 就发生了这样的事 窃贼选择李先生的车作案 难道是早有尾随或者预谋 仔细回忆 车里放着现金这件事 除了李先生的爱人 其他人并不知道 而丢失的这笔钱 是李先生准备给员工发薪水的 作为一个小企业主 李先生经济上并不宽裕 再过一段时间就是农历新年了 这笔钱的丢失 不仅让他突然蒙受损失 员工们也将因此不能顺利拿到薪金 我们接紧的日期是2021年1月27日 这天正好是怎么能力的拉月十五 眼看着就要到春节了 如果不能及时追回这笔钱 大家这个年想必也过不安顺 贼不走空 对物质的欲望很难让他们见好就输 小区外路边上 停靠着几十辆私家车 按以往的经验 一旦发生类似钦财案件 被盗受损的往往会有多台车辆 可奇怪的是 现场除了李先生的越野车 其他的车辆并未受损 由此判断 此人绝不是第一次作案 应该是一个有些手段的老贼 想到这里民警不由心头一紧 在现场的几十辆私家车中 盗贼偏偏选择李先生的车输案 难道是有自己的目的 民警再次对现场仔细观察 似乎发现了端倪 这估计就是因为啥 因为他这个车是越野车可能 你是不是东西在表面上放着呢 后备箱 从窗户可能能看到 把他们掉下降空吧 除了烟和前后 其他的 没有其他 我实际上 回来停车的时候 也没有发生什么可疑的 没有停一下就回去了 停一下就回去了 哦 停一下就回去了 根据现场的情况 民警判断 窃贼有可能是在车外 窥探到了车内的香烟 在盗窃过程中 有意外发现了十万元现金 如此推测 案件的发生就具备了某种偶然性 城区公安分局行侦大队技术中队的民警 也闻讯赶到了现场 被砸碎的车窗玻璃 掉落在越野车左后侧座位上 但车身外的地面上 却找不到散落的玻璃碎屑 通过勘察 民警发现玻璃碎片中间 有明显硬物杂击的痕迹 作案工具就应该是个 亲属硬器 它的直径不超过两公分 车内车外 都没有发现指纹痕迹 但民警提取到了少量的织物纤维 在车窗破裂的位置 民警找到了类似刮蹭摩擦的痕 它应该是从车窗破裂破损处 就是爬入车内 后排座位上 还有一枚并不完整的足迹 距离案发现场北面二十多米 是住宅小区的东门 当晚有三名保安人员值班 保安人员反应 他们每隔两小时 会在小区内巡查一次 凌晨三点正好是巡逻时间 但值班人员并没有听见路边有异常的声音 在小区外围的走访中 一个环卫工人提供了一条线索 凌晨四点多钟 他看到了越野车左侧地面上 有散落的玻璃碎屑 但是他以为是破碎的酒瓶子 所以并未在意 也没注意车窗有没有碎 当时这些玻璃碎屑没有引起环卫工人的警觉 并且他还清理了这些玻璃碎屑 犯人是三点左右 三点零几分的时候 把车辆停档放到哪 四点略多一点的时候 清洁工发现有玻璃碎屑 由此推断 案发时间有可能是凌晨三点至四点之间 走访过程中 侦察员找到了现场周边的一段公共视频 监控探头下面就能发现这辆车 虽然说只能看到这个车身的一侧 你看是不是这个点有个车灯 过来个车 回到派出所 民警仔细查看了视频画面中 李先生停车的位置 过来辆车 是吧白色的 白色的三点 三点十分 记住这个时间 把车开回来了 来 咱们再看到 停下来 对 就是这个位置 没错 看到 停下来了 一会看看他锁好门 只见李先生下车之后 静止向小区方向走去 并使用遥控器锁上了车门 李先生离开后不到两分钟 一个男子进入了画面 看看是不是他了 这个点在那边逛上了他 只见这个男子 从越野车边上走了过去 停都没停是吧 不一定是他的 过去了 别动 看 往回 当民警正要检索其他画面时 这名男子突然掉头折返了回来 穿黑衣 戴着口罩 等下 把这个3.13分记住 把这个戴着个白口罩 然后保护黑色羽绒服 衣服上这儿是不是有个什么 有个标吧 有个标吧 看不清啥牌子 看看他看 男子围着越野车观察了一番 然后又似乎是用手电筒 对着车内照射 手电 男子手电还是手机 你看 往里看了吧 后座有没有东西了估计 之后 男子开始对后备箱进行窥探 你看 后座上没有东西 往后备箱看的现在 随后 又在车头徘徊观察了一会儿 男子没有破坏车辆 也没有行窃 离开了越野车 干啥去了他 我那边 帮忙 走了 正在民警疑惑之时 这个男子再次出现在了视频画面中 你就觉得这个人有很大的疑点了 你看 是吧 是他吧 又回来了 来 我这个时间记住 围绕着越野车再次窥探了一会儿 之后又绕到了越野车的左侧 这时候监控就看不到这个人影了 但是我们还可以隐悦地看到他 并没有离开监控画面 在凌晨三点十九分 越野车开始轻微晃动 这灯照着这儿应该有个影 灯灯了 直接到后背销去了 拿烟去了 视频画面显示 在凌晨三点二十分 越野车的前排出现了晃动的亮光 当男子再次出现在视频画面中时 手里多了两个手提袋 从监控上面看 应该是属于香烟之类的东西 他把两个袋子的东西 放到一个袋子里面后 将一个空袋子 又反身又扔回到车里面 奇怪的是 男子并没有离开现场 他要做什么 看里边的东西呢他肯定 他肯定是想看看里边有多少钱呢 停留在现场 因为这个数额比较大 所以他肯定在那 他有点害怕估计都 你看他有表情 纠结了大概一分钟 男子拎着手提袋 向男离开的现场 3点26分离开 民警继续追踪 却一无所获 他的影像从监控上面 彻底消失了 案发前 嫌疑人是由北往南 出现在监控画面的 于是 民警扩大了 对小区北面区域的搜索范围 民警发现 在2021年1月27日 凌晨2点50分左右 一辆出租车在小区北门附近停留 下车的男子没有就近进入小区北门 行走的方向却是小区东门 而小区东门外就是后来出事的现场 这个可疑的男子会不会是嫌疑人呢 很快民警找到了出租车司机 他告诉民警 这个男子是在渝次区文苑街 与定阳路交叉路口附近 搭乘他的出租车到体育西路的 上车的时间是 当日凌晨2点30分左右 出租车记录下了乘车男子的影像 跟咱们监控那个犯罪嫌疑人士 基本特征吻合 男子上车的地点是文苑街和定阳路相交的路口 民警发现附近分布着大大小小五个住宅小区 都是属于高层住宅小区 人员住的比较密集 人员量比较大 民警围绕五个小区进行了走访排查 意外获悉了一条线索 就在几天前 文苑街附近也发生过一起类似的案件 既然是同类案件 刑切的会是同意窃贼吗 民警紧急联系了 近中市公安局指挥中心 请他们提供支持 对近期发生的杂车部里盗窃的案件进行了汇总 然而指挥中心在汇总过程中 又梳理出近一个月内 在于次区发生的类似案件 竟有十余起之多 因为这个案件不属于咱们下去 所以咱们没有掌握 进一步研判警情 民警发现这十余起案件的发案时间 多在凌晨两点到五点之间 窃贼选择的目标 也多是停在路边的高档越野车 或高端商务车 所到的商品的种类也好 和我们的这些案件是非常相似的 虽然梳理出十余起同类案件 但民警获取的有效信息并不多 因为嫌疑人异常狡诈 选择的作案车辆 也基本上多是停在灯光昏暗的地点 或监控盲区 民警遇到的果真是一个盗窃老手 因为众多现场的信息 都不能确定嫌疑人的身份 侦查取证也很难见到效果 民警加紧侦查 终于发现了疑点 在凌晨之后天亮之前 一个骑共享电动车的男子 曾多次出现在文苑街附近 而且巧合的是 每当该男子出现时 当天都有车辆受损被盗的警情发生 那么这个骑共享电动车的人 会是那个盗窃老手吗 烟雾像图像不是很清晰 得一阵一阵地看 看看是不是这个人 时间段这些都差不多 来看看 骑这个 轻举吧 你看这个 体貌特征 还是带这个 你看这个虽然有点模糊 你看和那个是吧 对 还有这个衣服 看见没有 应该有个标签 通过比对 民警确定 其共享电动车的人 与盗窃李先生车内财物的是同一人 那么作案后 他的落脚点又会在哪里呢 民警加紧追踪 发现此人在天亮前 进入了定阳路上的一个住宅小区 民警立刻到这个小区排查 再次找到了这个可疑的身影 你看看那照片 一见不见不见 你一样一样 你一样小似 五十年了 对 不管是体貌特征也好 新租步态也好 还有他的衣着也好 和我们案发现场监护下门拍摄的嫌疑 那影像是完全一致的 画面显示 这个男子经常是咒服夜出 行为极其反常 虽然发现了嫌疑人踪迹 但他居住在哪栋楼宇呢 民警立刻展开侦查 然后这个体貌特征一样 穿上衣服 头发 这十年了 都看四次了 到了这个楼的电梯的记录 很快就能发现嫌疑人 是居住的楼层和他的房间号 民警获悉 这名男子是一位外地来的租房客 此人姓赵 41岁 可接下来的调查却发现 赵某家境相当不错 事业也还算有成 不像有太重的经济负担 这样一个人 为何会外出行窃呢 谜底 只有赵某到案后才能解开 此时赵某并不在家中 于是民警决定马上布控 等待赵某出现 可遁守了几个小时 赵某却始终没有现身 难道是赵某有所察觉 已经逃逆了吗 时间很快到了2021年 1月30日晚上9点 赵某家终于出现了新的情况 我们发现他的家里面灯亮着 所以我们想 这个组织准备开始 给他的进去抓 涉嫌砸车盗窃的嫌疑人赵某 被民警抓获 在赵某家中 民警查获了大量明烟明酒高档茶叶 除此之外 还查获了大量同类案件中被盗的藏物 民警查获以及赵某交代出的物品 与民警掌握的其他几起案件完全吻合 犯罪嫌疑人赵某系列杂测盗窃财物案件 我们共计核对盗窃17系 涉案价值21万元 近一个月以来 嫌疑人赵某连续外出作案 但可能是考虑到损失不多 多位受害人并没有报案 因为财务少不报案的话 就会让这个犯罪嫌疑人 逍遥法外助长他的欺验 据嫌疑人赵某供述 他盗窃李先生的10万元现金 有4万元已经被他挥霍 那么家境不错 看似事业有成的赵某 为何会频频盗窃呢 按照他的说法来说 他是承包工程 承包工程以后 因为工程亏损以后 他走上这条路 可是通我们的种种分析来看 这个人是属于好义无劳的 据他的邻居们反映 经常能看到这个嫌疑人 买得大手大脚 个人事业的发展有起有福 人生境遇时有改变 这本是正常现象 然而可悲的是 赵某区因此放弃了努力 选择了损害他人利益 谋取不义之财 妄图靠违法犯罪的手段 来改善境遇 白颜色的越野车 啥东西 怎么进去的 怎么进去的呢 这桥还好 黑颜色的越野车 啥东西 里边是 洋铁酒 还有这个 桑牙 黑颜色的奔驰商务 啥东西 有什么 啥车呢 商务车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啥东西 张先生 黑颜色的啥车 越野车上不上 越野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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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时三天侦破此案 民警不仅阻止了嫌疑人再次作案 还成功为受害人追回了部分财物 不久之后 2021年农历春节悄然来临 像往年春节一样 这个佳节依旧热闹祥和 兵录音 那里有什么 事情 兵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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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